张华县新女性关怀协会 每年举办两次关怀优秀学子活动 发放奖学金对象 以贫困单亲家庭奋发向上的国中学生为主 由县内各国中提报 并于12月5日6日连续两天 办理发放101学年度 第一学期注学金3000元 及幸福物资 由协会理事长郭美清亲自颁语 张华县公益频道执行长肖伯修 张华县政府社会处人员陪同 共计学生115名 感谢我们新女性关怀协会 我们郭理事长到学校来 恭贺我们这些弱势的孩子 我们学校虽然是市中心的学校 但是其实弱势孩子的比例也是蛮高的 这个都是需要外界来给我们做帮助 那我们今天感谢我们新女性关怀协会 这么有爱心给我们孩子帮忙 让他们能够不管是在心灵上或者物质上 都能够感到我们社会上的温暖 给他们温情 此次受奖学生看到卓妈妈亲自前来关怀 无不感动 校方也非常感谢张华县新女性关怀协会 与县府对弱势族群的重视 也希望能借由这个活动 来鼓励学生继续奋发 也为社会培育优秀人才 公益频道林俊敏张华采访报道